- 挖掘新闻内幕,挖苦新闻人物,我是郑鸿怡,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挖挖,挖,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呢,是影剧, 电视剧记者迪志伟,大家好,接下来是海伦青桃的前夫,戴发奎,戴先生,大家好,我是戴发奎,另外是购物专家陈真,大家好,我是陈真,在我右手边是知识媒体人许胜美,大家好,以及作家H,大家好,我是H,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节目是让我们讲的美副,你讲什么叫美副吗?知道,美副即使简单讲是什么呢? 就是优步,方法,技巧,大概是这个意思,诀窍,诀窍,诀窍分的比较好 譬如说,师傅一定跟师傅说,师傅,你也帮我加一个美副,对不对? 怎么做得很好吃? 然后,这个家庭主婦一定会说,哦,把家庭感到好的美副是什么呢? 对不对?就是,其实每个人美副都不一样,但是能够把那个事情弄好,其实就是不错的人 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夫妻之间,阿拉伯之间,美副只抓到,这个夫妻之间就很幸福 美副抓不到,就算了,别想了,哇! 今天我们难得邀请到的是戴发奎戴先生,戴先生可不可以先请教你,你跟海伦青桃结婚18年吗? 是的 最近你们两个人离婚,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理由,为什么会忽然之间离婚? 我先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回来啦,就是因为我的母亲过世 就是,如果我说,我们留在台湾发展是因为一只狗,大家相信吗? 有可能啊 对,因为我的家里只有一个妈妈,然后还有一只狗,一只鸟 然后母亲过世了,那只狗没有人照顾 如果我们再回到越南,那只狗一定要送人 因为那只狗已经毕竟养了十年了嘛,所以我就跟... 你也是爱狗人士 狗不能带到越南去啊? 没办法 那个麻烦 要检疫,是可以只是手术不复杂 因为为了那只狗,我们决定留下来重新发展 其实在这个2010年之前的前三年,我们就已经在台湾试水温了 那个时候都很不如意啦 所以试水温是指海伦青桃让它走入演艺圈吗? 嗯,从越南,它在越南拍戏的时候的空档,我们就回台湾试镜 但是试的总是一些女佣啦,外劳之类的 对,然后很不如意就对了 1010年我们正式想要回来的时候,就是因为那只狗妈 然后我们就想说,之前我们之所以没有成就 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投入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投入那边,把越南的所有的都断掉 全力投入台湾 对,然后甚至我们付了很高额的赔偿金,违约金 就是包括戏剧的 在越南 对,代言的 那个时候我们几乎变成穷光蛋了 有些人为什么会说,你怎么一下子有钱 一下子说你又是穷光蛋呢? 因为我们那时候的房子,还是在别人名字下嘛 用人头买的,在越南买的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算是穷光蛋嘛 那越南那房子不能用海伦青少年名字买吗? 它不是越南人吗? 它在,它很早,大概在10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取得中华民国国籍了 哦,OK,两位都是中华民国国籍 对,是的,对 然后,就是因为一只狗的关系 我们就从此留在台湾了 是是是 对,那为什么18年呢? 感情这么好会离婚? 你们感情好不好? 就因为回来台湾七年嘛 人总是会心灰意冷嘛 然后我们就像是一个温水煮青蛙一样 他,他决定要去自杀了 他决定了 这个整个事件的起始点就是他在自杀 我找不到他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温水煮青蛙的锅盖掀开来 让大家看到说 我们很努力,请大家给我个机会 然后我把我所有的始末跟大家讲 大家请可怜我们也好,同情我们也好 我请大家说,请大家疼惜我们 可是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欺骗的部分 对,这是我觉得很对不起海伦青蛙的部分 对,我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对 那离婚的导火线是什么? 离婚导火线是说 他认为我把我受造了他一个台湾人 其实他是台湾人,没错啦 只是说他也是嫁给花莲人嘛 他也是花莲人,没错啦 然后但是我把它说成是花莲出生的嘛 人不亲土亲嘛 至少你给我们一个半个台湾人一个机会嘛 那结果并不是这样子 他觉得我塑造了他一个假的形象 你塑造他的假的形象有哪一些可不可以说 塑造的就是他的出生地是花莲 他是台湾人 对,然后把他的人力熊王大学经济系的学位 说成是金美女中一业的 对 所以他实际上是有越南熊王大学的 国立大学的经济系的毕业 他们叫人力 他们去查国力的 我们不是讲 他们是讲人力 人民力的大学 我们是讲国力 因为他人民最大 对,他们是人力 公立大学 所以有一些记者 刚开始查国力 查不到啊 他们认为说我们又在骗人 其实你去查人力 那个几十年 熊王是他们的国度 可是你没有想过说 你说他是金美女中的 这个很容易查呢 那也是因为有一次节目嘛 请他去扮演一个校园制服最美的嘛 然后因为他闲闲的没事嘛 就答应记者去嘛 然后就扮演那个校园 金美校园的嘛 穿着金美的制服去嘛 从此我们就说他是这样子 嗯哼 对,就这样 对 就因错就错 对,错 哦 我希望大家说 我们是想 真的想要当个台湾人 想要一个公平的机会啦 嗯 就这样子 我们是错在说 不应该跟大家讲不实的事情啦 嗯,对 还有哪些不实的事情 唉 女人的青春有限啦 尤其是女明星嘛 她有一个黄金年龄嘛 我们的黄金年龄是投入在越南啦 整个六年 她得到越南影后最佳新人最佳配角 我们整个黄金时间在那里 我们回到台湾之后 我们已经 失去了优势了嘛 嗯,对不对 嗯,失去了优势 但是因为她有那个 保持她的身材跟美貌 嗯,青春 嗯,大家都看不出来她今年39岁了嘛 嗯,所以 所以 所以 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把那个越南那个五年扣掉 嗯,当做她重新开始嘛 是 对 所以就是 年龄、学历、婚姻、身份 她年龄39了 对外宣称几岁 就是扣掉五六岁 五六岁 三十四岁 然后这个学历不对 对 要为了说她是台湾人 所以她是景美女中的 是 说她是台湾人 是 说她是花年出生的 是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结婚说未婚嘛 哦,她是单身 对 单身也是你讲的 单身的话 单身的话 单身有两种嘛 一个是形式上的 一个是名义上的嘛 嗯 她名义上是 她是结婚的嘛 嗯 在形式上她是单身的 嗯 对 什么叫形式上她是单身 行式上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夫妻之实啊 嗯 对 就是两个人没有亲密的关系 对 对 哦,OK 所以 这个没有亲密关系 这个事情 也会不会让你痛苦 不会啊 嗯 不会 我觉得 乐在其中 你自己乐在其中 对 怎么说 嗯 我自己哦 我的最高学历是 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系 材料所的博士班医业的 嗯 当初我研究的是 月球混凝土 如果 这是一个管制的一个 一个 一个科 学门啊 嗯 对 管制出国的学门 我可以用这个混凝土 来形容男女的关系啊 嗯 怎么说 男生他就像一个水泥灰 嗯 水泥灰嘛 空故里 在变成空故里之前 是一个水泥灰 女人就像水一样 男人是一个松垮垮的 他是一个土 嗯 女人是水 嗯 两个合在一起 男人就会变坚强 嗯 那女人的这个水的部分 因为 蒸发掉了 他就看不见 嗯 那就变成 女人就变成一个幕后 支持一个坚强的男人的幕后 嗯 那现在反过来 嗯 我是变成水啦 嗯 他是一个空故里啦 嗯 对 我觉得乐在其中欸 你们为什么也说 这样我值得吗 大家都说我是工具人了 没错啦 我工具人是在台湾啦 我在越南是经纪人啦 是他的经纪人 是公开的 大家都知道 嗯嗯嗯嗯 然后 为什么我会牺牲自己 嗯 我曾经也是一个 在台湾很有名的 土木 土木的一个 设计师 嗯 有很多知名的建筑 都是我设计的啦 嗯 我为什么会舍弃我自己 来成就他呢 嗯 大家想想看嘛 越南有将近一亿人嘛 嗯 他能成为一个艺人的影后 嗯 对不对 嗯 他可以在五年就赚到我 我如果是一个科学家 或者是一个工程师 我工作三十年四十年 五千万是我到顶了啦 嗯哼哼哼 我我我我他三年就赚到了 了解了解 那呃 呃 这个你在 就是说他是景美女中 他是花莲人 他是台湾人 他这个单身 这个事情 你跟他有没有讨论过 跟好年青少人有没有讨论过 嗯 嗯 嗯 越南人呢有一个天性 嗯 他不爱解释 嗯 他不爱说明 就算他中文很流利 他不爱解释 你们到现在有听他解释任何事情吗 不是啊 他同不同意 他不太同意 他不同意 他觉得说 所以你跟他之间对这个事有争执 常常争执 就算你要知道他假设论这个事情是有争执的 对 争执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常常争执 嗯 他觉得说 我当一个越南人 好好的 为什么你要把我变成台湾人 嗯 就是为了要打入这个台湾市场嘛 嗯 所以其实应该这样 就是说 海伦青桃今天被刑说成这样 其实是你在幕后当一个掌控者 可以这样吗 对不对 对不对 那那个目的是想打进台湾 是的 嗯 是的 OK好 他讲说18年的婚姻 无限婚姻 你自己乐在其中 你可以这样讲 可是对太太来讲 是不是也很自私 等一下我会来继续请教你好不好 好 来先休息一下 好 现在这样我们懂 就是说 戴发奎先生带着海伦青桃在越南的发展 其实他是想把他形塑成一个影后 嗯 当一个幕后的推手 名利双收 对 可是 人生肯闹 真好的事情就是 就是都有很多的这个变化 所以回到台湾来 回到台湾来 为了让他融入台湾 所以有一个他的这个 台湾人比较容易接受的身份 对不对 是的 但其实不是那么顺利 是的 这样 那可是 我们今天讲的是夫妻之间的美感 也不只是事业 因为事业也会在夫妻的关系里面 是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 那你18年你说你乐在其中 那我问你 作为一个海伦青桃 18年她21岁就嫁你了 嗯 差不多 对不对 她21岁到39岁一个女性 人就是人 人就是会有情欲 她没有跟你讲过这个事吗 她就是个人嘛 有血有肉嘛 她难道没有跟你沟通过这个事 你难道没有问她过吗 老婆 我这样对不起你 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要回到她自己的生长环境 她的爸爸是越南的广东人 她的外婆是印度 然后她的 母亲就是印度跟越南人混血 所以她其实是一般的华人 但是她因为她爸爸 等于是比较风流嘛 所以她们对婚姻感情 她从小她就没有跟她爸爸生活 她就是跟着外婆生活 她的母亲 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她就跟着外婆从小一起生活 所以她对感情非常的不信任 所以 我觉得我只要对她好 然后等于是说帮她追求她要的 这样就足够了 然后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到 你有没有问她过 也是有啦 那你怎么问她 我说 我们跟一般的夫妻不一样 那你觉得有什么 你可以不能接受的吗 然后她就说 也还好啦 只是说 她也说不上来 她说只要你对我好 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家庭了 对 对 她也不会把我 她真正的内心深沉的事情告诉我 她只是这样子安慰我 还是她只是把你当成妓妓人 她没有把你当成老公 也许吧 也许 我现在也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 当作家人 对 我可不可以问路股一点 就是说即便没有线关系 有没有比较肌肤之亲 两个人啊 会穿得很少抱在一起接吻之类的 还好 我们顶多 我这个照片有一张就是 我们在日本的那个地铁 在日本的地铁 这就是这张啦 这是你觉得这样就已经感情很好了 还是说这是海伦青桃 觉得这样就很好了 哦 我觉得这样很好了 至于她呢 我就不太清楚了 真的 她常常 因为 我们这几年过得非常不顺 对 常常就开着车子到处去玩 就是去拍拍照 然后上传联署这样子 就这样而已 对就这样子 来 嫁给她18年 完全没有肌肤之亲 那样的照片就算很好了 你能接受吗 我不信 我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觉得 就是不要说夫妻 就是正常的男女朋友 可能还是要有 因为像我是比较没有安全感的女生 就是我觉得肌肤之亲这种 是一种安全感的来源 就是我觉得我被需要 然后我觉得我有吸引力 然后我觉得自己还有命令 或者说我觉得 这是一种传达爱的感觉 就像我们看到小孩 其实小孩 你当然也是可以 就是让他活着 然后给他吃 但是小孩很需要妈妈抱抱 他希望你每天每天跟他说 我爱你 我喜欢你 跟昨天才讲过 不是刚刚才讲过 但孩子需要听需要抱 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温暖 跟爱的语言 那我觉得像牵手拥抱或是 不一定是一定要做那档事 但是就是这些的肌肤之心 都是一种爱的传递的语言 所以如果一段稳定的关系 对我来讲 因为我自己在婚姻里 也十多年了 就是如果一段稳定的关系 如果只有这样 对我啦是真的不够 戴大哥我有个问题想问 因为我刚刚听到戴大哥 提这些比较内心深沉的这个故事 我觉得我有个想法是这样子 我们就去撇开前阵子 发生这些新闻风暴 其实他们这对夫妻也有很多很令人 其实蛮感动的部分 因为我知道陶子其实是很依赖 陶子是海伦清陶 不是陶经营 陶子都是叫你哥哥 他其实对他言听计从 我们一直问说 因为我们正常人会觉得18年 如果只有这样 这样子好像不是一个正常的夫妻 可是因为他们的结合 本来就有一些时空背景 包括他到越南去 那个时候陶子只有21岁 我相信那个时候陶子 其实对外面世界 他是 他也是 对对对 然后戴先生 我觉得他很厉害的一点是 海伦清陶就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作品 事实上也是成功的作品 我必须讲 但现在有个问题是 当你们有共同的目标 包括你们在越南被娱乐圈排挤 生活困苦 然后受到人情的打击的时候 有两个人是可以紧紧抱在一起 可是到台湾来之后 我认为后面这段时间 因为我是在这几年接触陶子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说 这个作品已经很成功了 他对外塑造34岁 火辣身材 那个动不动 那个腰到臀的那个线条 那个每个人都会流鼻血 这么漂亮的女生 这么精致 然后这么楚楚可怜 所以追求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到最后就是一个 会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但是戴大哥我只想问你 就是说 因为你一直讲就是说 就是你到现在还爱他 可是我们还是不了解 有一个点是 我必须讲说 因为一直以来18年 其实你也一直在塑造他 跟规划他 是不是因为到最后 你觉得失控了 你就想把他毁掉 因为这也跟夫妻之间 很多的关系很像 有一些太太也是 一直塑造他的先生 是什么什么什么 成功人士 对不对 到最后觉得 你不要一直指我 我说那边啦 你不要担心那边啦 那边啦 迪志伟啦 最听太太的话 夫妻有时候之间的关系 不一定是平衡的 很多其实是失衡的 可是他一定会取得一种 能够生存的方式 那你们两个 我看是到最后 整个失控了 所以你觉得 你就把他毁掉了 因为你也说过 你后悔嘛 至于说 要把他毁掉 是很多大家 对我的一个误解啦 其实那一天晚上 他在自杀的时候 我找不到他啊 你只是着急 我着非常的着急 我整个晚上睡不着欸 我到了六点 早上六点 我开始在脸书上写 我们的经过 大家 请大家同情我们 可怜我们 我们是这样子的遭遇 戴大哥 因为这一段 其实新闻报道都有讲 但是你忽略一点 陶子为什么要轻生 是不是因为你 他有好几个原因啊 我们有一个主要的连续剧没有接到 一个节目的主持没有接到 本来是都已经在规划好了 但是因为那个 他电视台没有没有接到这个 结果我们就没有接到 他连续受到两个很大的打击 以为今年可以 发光发热 然后加上他也不知道 我们以后会怎么样 他就一个人跑去了 就失踪了 那天早上 我就开始写 我打算也是要交代遗书了 这是我 我也是打算要交代 我认为他已经离开了 一定离开人世了 我那个是要交代遗书了 结果没想到媒体这么关注 然后七点多 他的经纪人就跑到我家来了 然后敲门了 这样子 我才知道事情非常严重 其实不好意思 戴先生 我这样讲 这是我个人观感 这不是攻击 这是我对你的看法 就讲到这里 我觉得你是个蛮自私的 是啊 我是很自私 可是我现在 你可不可以听我讲一下 我感觉的自私是什么 我感觉的自私就是说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 最大的表现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懂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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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她的辛苦 所以你想听她的心声 比方说 这个太太在家里面拖地板 你回去跟她说 老婆你辛苦了 这样 我下次买更好的拖把 或者是什么帮她解决 不是帮她拖 不是帮她拖 肯定是帮她拖吧 就是你懂她真的很辛苦 可是我还是觉得 21岁嫁给你到39岁 你觉得 哎呀 那个女人不会啦 她这样讲你就 你就OK了 你竟然完全忽视她的需求 你有没有去看过医生 你的所谓不举 其实我们差一点就成功了 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 有被提名为金钟女主角 你还是回来金钟女主角 那我不讲 所以你一直在重视她事业的部分 对 你很常在看她心里面 心里面真正的需求 因为我非常的投入啊 因为我就是那种投入的人 我只要一个目标 那你为什么不投入你对她的爱呢 因为我觉得她需要这个 所以我就投入这个 还是你觉得嘛 不是她觉得 对 是的 你没有听她觉得她要什么 所以我现在慢慢开始 听别人讲的话 以前我太专注于自己了 我忽略别人 所以我现在慢慢的听大家说的话 你觉得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 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进一下广告 可以 那经过你同意 谢谢 谢谢 因为我是这样看就是说 海伦千桃是不同意你帮她改身份的 是 对不对 但是你厌改 其实不容易生活的是她 因为她在外面 要面对她是假身份的人 对 她必须要说谎 对 我外面要说谎这么久 那很辛苦 我讲实在话 是 那 这个回到家 当然没有疾乎之轻 我不晓得是不是她 对我来讲我觉得她很重要 但是你也没有跟她好好沟通过 刚刚你有讲 对不对 对 对于无性 对于你不举这个事情 你有没有去看过医生 没有耶 没有 你为什么不试图去看医生 解决这个事 除非你很想嘛 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嘛 你想要 你才会去看医生嘛 你不想 因为我没有那个自觉嘛 你现在 你现在问我 我现在有自觉了嘛 当初我是没有那个自觉嘛 对 但你不需要一个东西 你怎么会去重视那个东西 如果老婆 海伦青岛牵扯你说 老公我们去看医生 嗯 会 这个你会 你会对她有不一样的看到吗 其实 这中间还有牵扯到她自己的问题啦 她有心脏病 她有气喘 对 然后 最近我们拼拼的去看医生 就是陪她 陪她去看医生 你问之前 对 拼拼的去看医生 就是 检查乳癌 检查心脏病 她打算要开刀嘛 她乳癌有问题 乳房有问题嘛 有肿瘤嘛 打算去开刀 然后又去检查心脏嘛 确定是肿瘤嘛 对 确定 应该是确定 医生切片也不太清楚 但是是超过了快三四公分了 三四公分 是恶性还是良性 医生说有偏向那个恶性的问题 对 最后结果还没出来 对 是是是 那 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说 如果是 是 是你的问题 不举的问题 我觉得 应该要勇于去看医生 因为 那个才是对一个人爱的表现嘛 但是不试图去解决事情 是 对 因为我觉得他跟仁清桃的关系 夫妻只是名义耶 因为这样听下来 嗯 假面夫妻 也不能这么说 就是说 就是 假面夫妻是那种 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嘛 那他 从头到尾就不知道 有这个老公的存在啊 是因为他把他写在我脸书上 不管是盛梅姐要讲的是 他要把他 大家都以为他单身 对 大家都以为他单身啊 所以如果说他 戴大哥没有发这篇文章 其实是不会有人知道的 因为大家看到紫海仁清桃他 想不开 什么的 没有没有我是说当时发生事件的时候 对 所以 包括他之前到越南去 他觉得他把他经营的很好 他其实把他当成是一个 一个我们讲艺人也是一个商品嘛 他把他当成一个商品 他刚也讲啦 他在五年就赚了他 一辈子可以赚到的钱啊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把他当成一个 虽然你要讲他是工具人 今天经纪人就是一个工具人啊 经纪人他就是一个艺人的保姆嘛 所以我是经纪人 我跟我的艺人之间 除非我们真的有爱情 除非我们真的是夫妻 他的夫妻只是名义上 所以在我来看我觉得 他爱海仁清桃就是把他当一个妹妹 那个夫妻就是一个名义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原因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在猜 当时他21岁 然后你到越南去把他娶回家 那你是不是要为了家庭交代 我必须要有一个太太 然后呢 让我的父母 或是怎么样 就是有个交代 所以我就把他娶回来了 那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说在十几年前 现在也是啦 就是越配是很多人的第一选择嘛 因为漂亮啊 又乖 那在当时越南有很多穷困的家庭 他们都觉得 嫁到台湾去就是 就是嫁到好人家去 而且还会寄钱回来 本来没有房子的都有房子 所以我知道 我曾经讨论过好人清桃 他说他小时候家庭很贫苦的 那你也讲过 本来去是要娶他妹妹 后来变成娶了海文清桃 所以你是在挑一个 看见他漂亮 你是觉得这个 是不是真的要回去对父母交代 也不是 因为我那时候 我也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因为我的女朋友 他去美国了 那从此就不再回来了 对 我也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你说你不知道你性能力有问题 对 然后我到那边去 其实我不是说看到她比较漂亮 然后就 就娶她 对 她妹妹也很漂亮 她妹妹现在嫁到法国去 她嫁得很好 对 那主要是说两个人个性嘛 很合嘛 对啊 我也没有给她什么钱啊 我也没有给她 真的 我也没有给她什么钱 因为我是看新闻说 你有两段各五年的感情 所以导致你今天的性的无能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都是很投入嘛 之前第一个五年是到法国去 然后就鼓励他们去留学嘛 第二个到美国去嘛 然后 对啊 结果一去就不回头了嘛 这跟你的性能力有什么关系 打击太大了 我觉得对这个感情不信任嘛 心里有阴影嘛 对啊 所以你以前跟你的前女友 这方面是可以 当然没问题啦 是没问题 是有阴影 但段大哥 你是不是 没有办法从事这样的行为 但是其实你会打翻厨摊子 我还好耶 因为桥子有抱怨你控制得很厉害 或者是他如果跟别的男人怎么样 你其实心里还是很生气 也还好耶 要不然我怎么会鼓励他去参加 那个超跑车队呢 那如果别的男人跟他可能有肌肤之亲 他必须是人啊 因为他不知道他是离婚啊 所以我很爽快地离婚啊 然后如果他有一个追求者 我也会祝福他 对 你的观念老实讲 对我你们这样的夫妻关系 我是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怪怪的 就说你是他的老公 他是你心爱的老婆 然后你可以在他的脸书上 一直po他的清凉照 对 你真的不会吃醋啊 亲娘照也还好吧 艺人不都这样吗 对 然后我以前在越南的时候 当他经纪人的时候 他跟男主角 偶像剧男女主角一定会亲吻吧 然后我在旁边照相 那导演跟我说 你不要去打那个男主角耶 我说不会啦 这是他的工作嘛 对不对 你看他那么亲吻 我在旁边照相啊 我认为他这是工作嘛 那艺人 你说po清凉照 我们也是艺人嘛 对不对 我是他经纪人嘛 po清凉照 我当然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嘛 但是我们不会就是 就是我们就是 那你可以不用po清凉照 你可以po他穿着很优雅的照 有啊有啊很多啊 也有啊很多啊 那你就要加油了 我也都有 他清凉照也不太能清凉 就是要看看观众嘛 是 你po一般的优雅的照 哦 不到一千 然后po清凉照 三四千 那你就看看你会不会po嘛 哈哈哈哈 那选实的问题 那因为那个FB是他在经营 戴发奎先生在经营 就是一个很很绝妙的一个氛围是 有很多的网友 大部分是男生 宅男也好 或者是海伦青桃的粉丝也好 他们一定会留言 会留很多那种 桃子好爱你哦 哎呀你真的是我的梦中情人 如果可以跟你怎样怎样 那好像戴大哥也常常会上去回 因为你会看他的脸书嘛 经营他的脸书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对你不敬的意思 我们只是想了解你的心态是 你是觉得说他越受欢迎 其实你越开心吗 其实我是比较偏向于政治方面的啦 我跟那个中国大陆的网军对战的 都是我啦 嗯 然后回那个比较女孩子 比较柔软的话 就是他回啦 哦 不是说完全就是我经营的 你只要跟我 看我跟 你只要发现他上面 跟中国网军开战的 都是我再回 我自己是湖北省人耶 我是外省第二代耶 嗯 对不对 那所以说你一开始去越南 你是去选老婆 没错吧 也不是 不是吗 也不是 其实他是 他是被台湾聘请为国外开发的一个 白领阶级的采购 我还有一个经济部公文 林欣毅那时候是林欣毅当部长嘛 嗯 我还有他们的公文呢 然后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 也只是见过几次面 然后我 我的那个感情 因为工作的关系 感情 对也是 也是 因为那时候我也负责好几项东西横冠公路 东西快速道路的设计者 我负责大概三条 在雅兴工程 对 台湾 对台湾的负责三条 我是主办工程师嘛 后来因为一些关系我离职了 然后到了越南去 那时候越南正在发展嘛 要盖厂房嘛 那我就去那边去协助那边的厂商 嗯 然后之前在台湾有一面资源之后 到那边去又联系上了 嗯 所以就这样子见面 就这样见面 是是 H等一下要补充嘛 我们先休息进往到来 H 其实每个来宾来 我们都会发车嘛 可是你还没讲过 对 我刚刚自我介绍过了 没有 我觉得今天带先生来 我其实有点兴奋 因为之前我们在这边 有讨论过陶子的问题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号 在脑子里面 但是我刚刚听完 戴先生的自白之后 我真的很感觉到就是说 你没有把这段事情 当作一段婚姻在看待 那我们今天本来是要聊 夫妻间的美感 对 可是 比如说我问一个 你们现在离婚了 可是他没有拿到半毛钱 对不对 是啊 那可是你很爱他不是吗 是 那为什么 不会 抗抗一点 对不可以给他一些 最后一次的爱 一些费用或什么 其实我跟大家说 台湾表面上是仇富的 私底下呢 私底下刚好是相反了 媚妇 他现在要发展了 我给他钱了 他还会有机会吗 你觉得他有机会吗 哦 这是你对他的爱 对啊 不给他钱所以是对他爱 所以我保留了 我好几次跟媒体讲说 我保留了 如果他随时要 我会给他 但是我不会主动给他 因为我主动给他 他还有机会吗 嗯 对不对 所以离婚是他要求的嘛 对 对啊 那会不会是你跟他讲条件 好好离婚可以啊 一毛钱不给 是他律师跟我说的 对 他律师也是经过他同意啊 嗯 就是他想要离婚嘛 那你一定 你说一毛钱都给他 你要离婚那时候 你说那要离婚可以 一毛钱不给你 他自己连命都不要啦 他怎么还会要钱呢 哦 所以他宁愿不要钱 他也要离开你 所以是不是真的 造成他太多的 他想要重新开始 哦 他想要换一个人生 嗯 他不要在这个十八年的人生啊 他重新开始 就他现在交了别的男朋友 是不是 哦 这个东西还不能确定 还不能确定 还不能确定 你认为他只是在工作上的 跟 因为那个人我也认识嘛 后来我才认识 因为我们之前有投资艺术品 我后来才发现 那个男的也曾经跟 那个艺术品的那个老师 有合照过 对 嗯 对 我们投资台湾快目啦 嗯 如果他给你开口 你会给他多少钱 因为我的钱也不太容易进来嘛 我从越南嘛 嗯 我也是要透过一些管道嘛 嗯 我有跟他讲 如果我有能力的话 我会每个月一百万给你 嗯 给几个月 连续一年 就一千两百万 对 嗯 那你的总财产多少钱 我现在已经投入了大概三千多万了 嗯 那我现在有 有的现金 我就是 因为我慢慢的才会进来 嗯 对就这样子 我大概也 如果是加上我投入的总共有大概是七千多 嗯 对 所以也就是说你的总资产应该有七千多 对 他自己 他自己能控制的 在他名字下的有三千多 嗯 哦 有很多还是他控制下的吗 对 因为存在越南的银行 当初他的 拍戏的所得部分 嗯 我们有一部分是投资别的地方 房地产 有一部分是投资艺术品 是 然后有一部分是存在现金 那时候的 越南的那个 利率十五耶 嗯 哦 那这样这样有钱也不至于到你讲的全关 对啊 但是因为没办法回去拿啊 哦 你是说在台湾没有钱啊 对 台湾没有钱 对那时候房子也是在他的亲戚的人头名字底下嘛 我们这去年我们才官司定议才拿回来的 嗯 对 因为那时候我有讲过嘛 就是我有去过哈恩基隆的房子 对对对 因为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房子 对对很奇怪 里面的摆设 里面的摆设啊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那个鸟啊 然后鱼缸里面没有鱼啊 那时候就是去 有很多古董 嗯 对就去 我那时候去我觉得像去鬼屋 嗯 就是你们是 那是刻意塑造的吗 还是 就是真的没有钱 没有 我跟你讲就是 本身我喜欢养动物啦 就是 越养越多 养到不可以收拾嘛 对 我有好几只名贵的龙鱼啊 都被我妈妈养死了 你也养了一只海伦青桃很名贵啊 金丝雀 金丝雀 对不对 是啊是啊 对啊 所以我这样 有没有觉得他养了一只 就金丝雀啊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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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刚刚会想要问就是说 为什么他去他到底是只是去挑个老婆 还是 那照代大哥讲的他是去了 然后是有 工作关系 就是有工作关系 然后就是有正常认识 就是交往嘛 那他才娶了他嘛 对 那既然是这样子 那一定就是 正常的夫妻关系开始啊 你也不会是说 一开始 我就是要当经纪人 我去挑一个 然后假结婚 然后真的来当他经纪人 不是这样吧 不是啊 对 那所以说 当时你也讲了 前面两段感情 其实都有这个 都有发生关系的 那你跟青桃 从来都没有过 所以你娶了他之后 是布局之后 就知道 没有尝试过嘛 对你有试过吗 其实我们的生活很紧凑啊 嗯 一开始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嘛 然后跟他结婚 然后我们谈到 谈到 要在越南生活 还是在台湾生活 嗯 对 然后 时间过得很快啊 这十几年 其实很快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想一些 有没有的事情 可是新闻之夜 总是要啊 怎么可能 他总是新闻之夜 会 你结婚前没有嘛 对不对 那这 十八年 对啊 一年三八六十五天 你也好得爱一天啊 等一下 要先一枚啊 你说过年一次也就算了 对 年终一年都一次 十八年 年终一年都一次 对啊 你就不了解越南人了 越南人了 他们的 他们的关系跟我们不太一样了 嗯 你可能跟 在路上看到 哥哥姐姐 哥哥妹妹这样叫的 其實他們或者只是第一次見面 對 他們的關係比較緊密 因為人太多了 摩肩差種 一個五坪的房子住了五六個人 大家鄰居互相的穿的內褲挺個大肚子 我講這些就是說 很多觀念就是我們台灣人不能了解的 他們很壓抑自己 所以沒有約他 他就不會約你 那什麼時候你發現你沒有辦法 他總是在某一個場合或情況下 就常識過場合 對 一定是 我發現我不會吃醋 他跟男主角接吻的時候 擁抱的時候 我發現不會吃醋 沒有反應就對了 對 你就發現你不對 我也不會生氣 誰看了自己老婆跟人家接吻會有反應 反應是生氣的反應 記者就在訪問我說 你是不是同性戀 其實不是 我不是同性戀 對 不是 我只是說 所以你們兩個從來沒有過一次性關係 沒有知識的人 他也看得出來我的問題 對 我覺得嫁給你好淒慘 很不人道 真的 就是工作工作工作 我要讓你紅 你一定要紅起來 然後你弄這個假身份 回到家完全沒有 沒有什麼溫暖 對 我相信有柏拉圖式的愛情 我相信有他的存在 這兩個月我才有自己反省 他真的是過得很辛苦 其實我們遇過很多困難 甚至生死邊緣 對 我們在越南拍戲的時候 有時候好幾次被大學差點衝走 開車嘛 然後遇到搶劫了 對 差一點生命都沒有 可能就是一段一段的那種過程 刻苦萬難 對 然後讓本來心裡的一些 垃圾也好 怒氣也好 釋放出來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你們結了婚了 那本來他可能也覺得這樣子也沒關係 可是時間久了 就像鄭大哥一開始講的 總是會有情慾 可是因為你是我老公 我總不能有老公的狀況之下 我又去跟別的男人怎麼樣 但是你又對我很好 我們又經歷了一些生死患難 一些 我又不能背叛你 對 他真的覺得他太痛苦了 就是你 但是你也讓他知道說 對啊 我對你是很好的 你看我把你從一個默默無名的 一個上班族變成一個影后 對 然後你跟我到台灣來 我也是怎麼樣怎麼樣的對你 所以你絕對不能對不起我 可是問題是 你跟他之間是沒有夫妻之時 那他是不是不是第一次跟你講說 我們可不可以離婚 我把你當哥哥 當家人 那我們不要當夫妻 因為夫妻那個框架 在離婚之前有沒有談 他有沒有跟你談 沒有說過 我們都是很壓抑 很忍耐的人 很壓抑 很忍耐的人 太痛苦了 因為他們一直在爭取演出的機會 而且海倫青桃對演藝事業 是非常狂熱的 我覺得有一個共同目標 就會壓抑了那個 我們認為很不平衡 跟比較不人道的部分 他會不會是一直活在 要完成你追求那個目標 沒有 他自己也想 對 他自己也想 對演藝事業非常狂熱 那在台灣有賺到比較多的錢嗎 我跟大家講說我們賺不到一百萬 這麼多年賺不到一百萬 對 一部單元劇五六萬 我們一年拍一部 對 然後偶爾有一些小活動 幾千塊而已 那在越南被男主角接吻那部戲拿多少錢 其實拍戲也不多 越南的拍戲 那時候他連續劇一集大概拿三萬塊台幣 那個四十集也不過一百多萬 主要是廣告代言 對 主要是廣告代言 那他自殺是真的嗎 他就突然有一個念頭 他想要跟他朋友告別 他朋友就打電話報警 就這樣子 那是演戲還是自殺 演戲嗎 不是 就是說他只是 他根本是威脅你 釋放一個訊號 對 讓你知道我實在受不了 我還沒有明白 你還沒有明白 對 那時候我沒有明白 是給我釋放一個訊號 對 我沒有明白 我感覺他心死掉 對 是 我現在也覺得是 是的 那個心死掉 覺得是為誰死 應該就是 他覺得離開我 他只有死掉 才能離開我 不是說我把他拉住 他覺得我們的感情太親密了 他覺得用死才能離開我 我覺得是 離開痛口法 這是一種控制 對 對 他就被瑕疵 被囚禁 這跟電影控制性模一樣 是不是 OK 來 我們先休息 進網告 因為電影裡面的後老婆 就是要他扮演 那個他要的角色 對 對 然後不讓他離開 對 好 來 H 還有什麼問題 我有點疑惑是 我現在反而對戴先生 比較好奇 就是說 單身有沒有 理想中的婚姻狀態 或者說你的上一代 你的親人或你的朋友 他們有沒有一些 比較像台灣 傳統家庭 結婚 然後有關係 生小孩這樣子的家庭模式 在你心裡面的 理想家庭或婚姻 你有曾經想像過嗎 如果大家 有我這個遭遇的話 也許能感同身受 我所謂的 我的家庭呢 本來是一個很 婚姻美滿的 但是因為我的姐姐 開始被車禍撞死之後 我爸爸因為這樣子 中風死掉 然後我的媽媽 還是被車子撞死 車禍 都車禍 然後我弟弟因為受不了 就自殺 如果你們有我這一連串的遭遇的話 你們應該能理解 我現在為什麼這麼做 因為我覺得我對人生看得很開 我覺得人生要追求的就是一個目標 我把它設定目標 其他人我不管了 對 對 剛剛人生有沒有去接觸過精神科醫師 我很健康 沒有沒有 我只是想說該怎麼講 就是因為你遭遇到那些事情 其實因為我也遭遇過 雙心失去的那種痛苦 但是有些東西它會遺留在心裡面 它會轉換成某一種傷害 你可能不自覺的 它可能價值觀會因此而改變 或怎麼樣 所以我不知道你現在 如果當然如果你覺得 你現在過得非常的快樂 非常開心 我覺得當然沒有必要 可是如果你在夜深人靜 或者比如說你不好睡 或者你常常會有一些想法 或者是你覺得每個人都在針對我 每個人都好像把我當作敵人 有這種比較偏激的心態 也許可以去找他們 我都是沒有把自己的情緒 向大家宣傳 就是戴大哥 我延續H剛剛講的 我也是不瞭解這一點 其實你不要一直覺得說 我們台灣人不喜歡越南人生 真的沒有 我們有一堆都這些朋友 台灣人真的很可愛 我猜到的話 我們來過一個柬埔寨籍的立法委員 他是被台灣非常接受的 所以其實我們並不排斥 那我再問你 其實從所謂的 這個戴哥哥跟海倫青島的造假事件 演變到現在 其實攻擊你們還蠻多的對不對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應該是 批評 對 批評 對 你以為我承受很大的壓力嗎 我啊 我還好耶 因為再大的壓力也比不上失去金人的痛苦嘛 對 我今天要 我剛剛在台面下有跟那個鄭大哥講過啦 我講一個比較粗俗的好不好 我今天公布這個聲勢 是我假造的 我等於是說 我就像形容啦 我在一個人行道上面 我拉一坨屎 我跟大家講說 我戴發奎在人行道上拉一坨屎 請大家注意 然後結果大家批評我說 你這個是沒有道德的 你這個行為偏差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呢 他在一個人行道的椅子上大個遍 然後他只是把它弄走 沒有擦乾淨 讓很多人坐上去 大家就覺得 沒有什麼啊 反正我看不見 對不對 今天是我跟大家講啊 我跟大家道歉 我們只是想當個台灣人 我們要融入這裡 我們以台灣人為榮 其他的請你們體諒 就這樣子而已 了解 就是說 他承認他我是小人 但是你們都攻擊我 說我是個小人這個事情 可是太多的小人 你們都沒有去攻擊他 你們都不知道 也不一定要這樣講啊 因為我 我從來沒有傷害過人 到現在我沒有被個人告啊 只是說你騙我們啊 然後怎麼樣啊 應該是類似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故事啦 做了壞事 或者做了不夠好的事情 但是你主動講出來 你覺得是你敢於面對 但是很多人做了不好的事 當然他們都不敢 戴大哥可是你還是有一個迷思 因為他剛剛的意思是說 我說實話還要被大家這樣攻擊 因為你用那坨石的意思是說 那其他人其實滿口謊言 太多了 只是他包裝得很華麗 戴大哥其實你這一段 我們大家真的給你肯定 因為你後來也願意認錯 其實我是剛剛要延續H 就是我不在乎桃子是哪裡 但有一點我真的心裡上也會過不去 身為桃子的粉絲 因為我開始注意桃子 是因為他一直哭一直說 他的媽媽過世 弟弟過世 姐姐過世 就是你把你的故事移植到他身上 那雖然戴大哥跟你說 沒有差別啊 我的媽媽就是他的媽媽 可是那些跟著桃子在哭的那些粉絲 會覺得就不是你媽媽啊 你了解我的意思 因為他媽媽是活著的嘛 感情被欺騙 你這樣那種感情 我現在不管你是哪一國人 就是你不能說我好可憐 而且尤其我們記不記得 那個故事重復重復 一直說我現在孤苦無依 很多人是因為這樣 就覺得桃子你就是我們台灣的女兒 我們要疼惜你 因為你怎麼會這麼不幸 一年內這麼多人過世 後來大家才發現說 那故事是你 你把它移植在桃子身上 你為了你的事業 為了當他紅 成就你的事業 你一直在細耍大家 也不是 我們情感上會覺得… 而且他的粉絲 對 如果那個書 如果是寫他的故事 應該會掉好幾倍眼淚吧 其實他的生活更辛苦 他七歲就開始出來擺地攤了 擺香菸攤擺檳榔攤 然後跟外婆一起 早上四點四點五點就起床了 然後他又沒有爸爸照顧 他母親又失蹤了 那只是說 他跟我母親的感情也很好啦 然後我弟弟自殺的時候 他幾乎都已經快不到我 我同意 可是你至少要說 我的婆婆去世 我很上去 他那時候不能這樣講 因為他是日和單身 所以嘛 那還是細耍 也不能說細耍啦 然後 他的粉絲都會支持他 就是 他現在賣的書賣了一萬多本了 然後 從他手上賣出去的一萬多本 都有簽名的啊 你看有多少退回來有簽名的 沒有幾本 大家都還是支持他 大家知道他自己的生意 沒有退出不代表他這個邏輯也是 沒有退出不代表他這個邏輯也是 但是桃子媽媽還活著 對 這就是事實啊對不對 就不是我們苛責你 對就是這個 對於一個活著的人 然後你跟我們對大家出台已經過了 對因為你知道你說了一個謊 你就要必須用其他的謊來圓他 因為那個時候 第一時間出來的時候 他在你旁邊 他要講你就阻止他 就大概發言權都是在你身上 那其實我們從那個記者會 就看得出來說 其實他是Under在你之下 被控制了 對就是他是被控制了 他整個經歷 整個經歷都跟我一起過了啦 就是我家人過世嘛 他跟我一起經歷過了 就是等於是說 所以你就是海倫青桃啊 哪一本書裡面 對 海倫青桃其實是你才對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說到自己 是他們兩個 你其實是海倫青桃 你真的你有看過控制這部電影嗎 海倫青桃是他們兩個合體 你有看過這部電影 你應該要去看一下這部電影 對 當愛佛列克 對… 現在不能建議電影 我是暫時想不出 還有另外一部電影可以代替我的 就是我覺得這裡不是控制 我自己也犧牲很多 這幾年在台灣 我沒有一天睡得好的 我不是因為說 說了什麼黃話而睡不好 而是說 我每天都起床的時候 我就說今天到底要幹什麼 今天我們能做什麼 有沒有通告來 對…我每天都在想著這個東西 我們有一天睡得好 再回來這麼多年 對…我真的是 每天在等通告 或者上海倫青桃去… 去這個… 參加活動 然後你在後面嗎 你看他在台節目 你在後面 然後你幫他發新聞 你會覺得你很委屈嗎 都躲在背後 也不會委屈喔 我跟大家講的是 我是熱在其中 對…就算我花了… 熱在其中 二十幾年 在努力的追求一個知識的時候 我可以為了一個人 然後完全把他放棄掉 然後…對…我可以在車子上等他 我不管我之前投入了多少 對…我想這是人生嘛 但是你快樂… 熱在其中的快樂是看到桃子 是他發光發熱 還是說你覺得 他照著你的計劃在走 你感到一種成就 我不是照著計劃走耶 如果今天他有一個小通告 甚至是一個失禁 我都很開心了 整天就開心了 騙他感到… 他就是把老婆當成一個事業 就是這個事業 如果有收入、有近戰 或是有發光被病 看到他就會很高興 對… 再問你喔 就是說你怎麼會覺得說 在台灣要生存 那他…你去花蓮賣一個房子 賣了幾百萬 那目的就是… 為了讓他紅 所以你要幫他添置行頭 要名車、要名牌包、要這些東西 你覺得那個是重要的生存條件 這個事情沒有講清楚啊 我當初賣掉花蓮的房子 是為了要投資基金股票 在2003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正是一個黃金時候 然後我賣掉三百多萬 其實我賺了四千多萬 我在那幾年賺了四千多萬耶 然後後來我們回到越南去 因為不管是在哪一個地方的演藝圈 他都需要行頭啊 所以我前面兩年我就投資他 然後光鮮亮麗的 兩年之後他開始回收了 超過我們很多倍啊 對… 對…那不是說他愛慕虛榮啊 那就是這個環境 大家都不需要這樣 所以是他跟你講說 哥哥我想要當藝人 不是…那是因為一個姻緣巧合 他朋友介紹去試鏡 他成為了第二女主角 然後沒想到那部戲之後 他就得到新人獎了喔 那你幫他買了什麼車 我幫他買了寶石捷嘛 先買一個寶石捷 還是你們花多少錢 寶石捷那時候花了一百六喔 一百六 中古車嘛 對 中古 然後寶石捷中古車一百六 就應該不是很好的 很新的車 很新的 對… 現在的行情是三百多喔 主要是加入超跑去那部 對…那有那個… 現在行情是說新車嗎 沒有…那個舊車 舊車 十幾年的舊車 現在已經漲到三百多了 真的喔 我們從來不投資那個 會貶值的東西 好厲害 生意人… 那手錶呢 手錶我是買機械錶 因為我對錶有研究嘛 我那時候認為說 他拍不了幾部戲啦 我就是… 蛤…我…幾十萬、三百萬的錶 我就是… 好啊…你接到一部戲 我就給你買一支 嗯… 結果… 結果現在買到九支了 哇… 哇… 都算…都是他的 對… 那九支錶花了多少錢 九支錶…便宜的五六十萬嘛 然後貴的兩三百 所以他光錶值多少錢 大概…快接近兩千了 你是講增值的部分嗎 還是原價買的部分 不是… 錶沒有什麼增值啦 錶很少增值的 喔… 兩…沒有… 所以你光… 只幫他們花的錢就錶 光錶就快兩千了嗎 對… 因為在越南錢帶不出來 就… 就用他的演藝所得 幫他買 包包呢 那我… 我先講錶的部分啦 錶… 買錶 越南人看不懂 那時候啦… 一點幫助都沒有啦 嗯… 那包包就是一個行頭嘛 包包是最明顯的一個行頭嘛 買Visage的那個駝鳥包嘛 嗯… 一個就是要差不多十萬出頭嘛 嗯… 就大概去買幾個 後來就覺得買包包不值得嘛 很容易就髒掉 拿去那個… 拍幾次戲啊 上幾次通告 對… 就髒掉了 後來就不買了 總共幫他買幾個包包 就三個 包包就三個 主要是買手錶啊 就是一支拍部戲 買一支手錶當紀念 喔… 對… 買大家看得到的啦 其實沒有用 買手錶沒有用 看不懂 對… 就算在台灣也沒有用啊 就可以我弄出來 然後你才知道 所以他離婚這些錶他可以帶走嗎 啊… 都在我那邊 都在你那邊 都在你那邊 你不是說被他買的嗎 對… 有沒有中性一點的手錶 他常常… 他常常戴啊 他平常日常生活戴啊 現在呢 他那天要自殺的時候啊 我後來才發現啊 然後在我們家的一個箱子裡面 手錶都擺好好的 然後鑽介也擺好好的 所有的名貴的珠寶都擺好好的 他沒有一樣帶出去 我才發現事情大條了 他沒有一件東西帶出去 平常那是他最愛的 對,那我意思是說 你們現在離婚了嗎 他錶在你那裡 對… 那你會給他嗎 我會管他嗎 我跟你講過了 對 現在給他… 台灣就是仇富嘛 現在給他,他就不會有錢 他就要他自己回來拿 你給我,我讓大家仇富 對… 對,這邊…我們這邊… 我們一個人分一隻 我們拿最便宜的那一隻 對… 對… 你是不是有不錯的經濟 對… 很會包裝 對啊,拍東西 很會包裝 很會包裝 四伯,這個是怎麼回事 這個讓人家覺得很妙的是 因為去年他們還一起回到台灣來 對… 那時候就有被周刊拍到說… 他就嫁給日本人 他嫁給日本人 而且那時候是散嫁 他們認識兩個月就結婚了 散婚 然後他就直接退出演藝圈 嫁到日本去 那當然就是沒多久就生了一個女兒嘛 後來就聽說奇怪怎麼跟他這個女兒啊 就是移居到法國去 老公沒有去 所以那時候就有在傳說他是不是婚變 但是他是否認的 他是說我們的相處模式只是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那後來去年回到台灣來的時候 被周刊拍到就是兩個人夫妻貌合神禮 就是他都獨自行動帶著女兒 那回到了飯店 因為他其實他自己在內湖是有房子的 但他回到台灣來跟他老公是住在飯店 沒有住在自己家 然後他就把小孩就下車嘛 就小孩老公就抱走 然後父親沒有 零互動 就是就周刊的表現零互動 就連眼神的交集可能都沒有 然後他就回去住在他自己內湖的房子 那當然那時候就傳說 周刊就是說這夫妻一定有問題 那時候他的解釋是說 沒有問題啊 我們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誰一定夫妻 就是我送小孩過去給他 因為我們回來就是去住飯店 因為他說他那個房子就留給家人住了 那可能家人住在那邊 他覺得老公去住那邊也小也不方便 他是用這個方式做解釋 但是他在最近 就是他在自己的臉書上面宣布 他其實已經離婚了 而且是2015年的時候 所以你想想看去年是2016 去那時候已經離婚了 所以他其實去年被拍到 那當然了 你們已經離婚了 對 所以我相信周刊不會莫名其妙去跟艾莉絲 所以一定是 因合而離婚 對 因合而離婚就妙了 就有趣了 就是包括就是說 夫妻個性上面有些合不來 那因為他說他嫁到日本去 有些水土不服 因為他們住在那個公寓裡面 他必須公寓比方說有20戶 他就這20戶 你要把每個人的名字都記住 多難啊 什麼你知道日本的名字 就是有時候就是真的 很難記 不像我們記成真 不像我們記成真 對 不像我們成真聖美這樣子 中文文好記 他就要叫這個是 什麼 這個可能是 摩摩太太 對 太瓜道山 對 之類的 就要去記他的名字 然後他們的社交就是 他們在日本就是 女生就是要在家裡等老公回來 那這個是一種 那是適應上的問題 我覺得那到 跟夫妻之間倒還好 但是跟老公之間呢 他就覺得他 跟他先生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上節目也講過 他在節目上公開講的 他說其實 他們生下女兒之後 就沒有再有性生活了 那就很奇怪 為什麼沒有性生活 因為他說 有人就問說 小孩跟你們一起睡 就有已婚的媽媽 就是提出這個問題 他說沒有 小孩是睡我們的隔壁房 那怎麼會 但是我老公就覺得 我好像是艾麗絲 他老公就覺得說 小孩住在隔壁 我們不應該在房間裡面 住這件事 因為 因為 因為會吵到小孩 而且很奇怪 對 他說太太會出聲音 對 出聲音是應該的吧 然後 你出聲音你就要檢討 然後艾麗絲就說 他說他可以 他跟他老公講說 我可以不要出聲音 你都出聲音 還蠻大聲的 他都喊過屋頂 我家都 新英文都有做 隔音效果有做 對 因為本來是說 小孩睡隔壁 那就把門關起來 對啊 或是開個音樂啊 什麼之類的 反正他就是跟他說不行 所以他們結婚完以後 是沒有性生活的 可是他有說 我保證不會出聲音啊 那還是不行 因為他在隔壁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你就貼膠帶 因為通常你知道嗎 只有女生會有這樣的反應啊 大部分 就是媽媽覺得說 小孩在旁邊這樣不好啦 或是小孩在隔壁不好 然後我比較 我比較驚訝的是 竟然是男生 竟然是男生 而且是日本男人 你知道 就是說 感覺上你是男人 都很喜歡女人出聲 我不是說出聲 我是指說 小孩在家裡這件事情 大部分是女生比較在乎 我太太會在乎這個啊 我太太覺得說 等一下小孩聽到不好啦 我就說 反正叫的又不是我 對 開玩笑啦 我的意思是指 就是你很難理解是一個男生 男生 他會去要求老婆這件事情 而且我更難理解的是 老婆還要 就是很卑微說 還要掛口罩 那你不出聲可以嗎 對 很多男生會覺得說 你不出聲是怎樣 是我不好嗎 對 所以就 就讓人家覺得很 所以 這搞不好其實是 就是不想跟老婆做的一個借口 借口 這就我們繼續討論 好不好,先休息一下 太肥有道理 以前都是頭痛 但頭痛又太痛 就是加班 對 裝飾 有道理 好,無意對艾麗絲有不敬 因為艾麗絲37歲 我記得H上次來 就是說 30如人 40如我 50呢 做地能稀土 你一定要我再說一次 H 你慘了 你笑醒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人就是 在那樣的年紀 或可能 有一些人會有強大的性慾 所以我看新聞是說 艾麗絲是跟老公說 我們應該要做 對不對 那她就說 你會出生不行 那我保證不出生 老公還是不做 對 這是藉口嗎 是藉口 怎麼說 因為你知道嗎 當男人想做的時候 就是樓梯間他都想做 停車場都想做 有沒有 就是不想做的時候 你出生不出生 他都不想做 對 其實我覺得男生是這樣 如果你就是一分 當然有很多例外 但我覺得一分為二就是 男生如果覺得不新鮮 不有趣 他就不太想做 那他可能有更新鮮 更有趣的在外面 你不知道 那女生是沒有感情 就很難做 就說我不喜歡你 哪怕你有六塊肌 哪怕現在索爾來找我 我可能都不要 不一定 不是 我跟你說 索爾 索爾 就是一種藉口 一種藉口 其實我剛剛講 不出生有不出生的做法 你可以開一點音樂 讓聲音蓋住 對不對 或是老婆臉上貼個膠帶 有另外一種情緒 一塊一種情緒 想那個畫面都想像出來 就是說 如果你想 你一定會想出辦法 對 男生其實骨子裡都滿壞的 他真的想 就是地點絕對不是問題 車上也是 對不對 滿壞的 就是還是有很多地點是可以沒有小孩的 或是小孩在保母家的時候 請公婆來帶一下 做這件事其實不用花很多時間 大家知道嗎 對不對 二、三十分鐘就可以解決 所以你一天有二十四小時 你早不是二、三十分鐘嗎 所以我覺得那是藉口 是 那聖美跟老公 對 跟小孩子睡 這就是我要講的Make-up 剛剛洪英大哥是提到 會不會有愛麗絲的先生 他是其實不想跟太太做 那不想跟太太做 有兩種的狀況 一種就是 他就是擔心有小孩在旁邊 是真的 我先生也是這樣 我生了兒子之後呢 兒子一定是跟我睡 因為我們台灣很多的夫妻是跟小孩睡的 那只要孩子在旁邊 老公是完全沒有辦法 他提不起勁 你就算不穿衣服 他還對你沒有興趣 他也沒辦法 有壓力就很難 他有壓力 這就是我們說的Make-up 也許我們女生覺得沒有關係 他有關係 那有些媽媽她就是沒有辦法 但我生女兒的時候更嚴重了 我們連在家也都不行 因為他會覺得孩子在家 他還是沒辦法 就是他會覺得有壓力 那再來還有一種氛圍 因為怕做到一半 小孩子來喬你 媽媽我要尿尿 媽媽給我牙齒 但是有一個問題 我真的要問在座的爸爸們 有一款男生是這樣 就是說 夫妻關係常常因為有小孩 會有劇烈的改變 有些男人很奇怪 他就是沒有辦法 跟孩子的媽媽發生關係 我不知道你懂那種氛圍 我有朋友是這樣的 他看著你 以前是老婆 他看著你在那邊餵母奶 他很開心 所以我必須講 他不是對你沒有感情 他對你還是很有感情 他還是很愛你的 但他就是沒有辦法有那個激情 再跟你做那件事情 生活上照顧他可以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 也需要看心理醫生 是 H,請教一下 從性這件事情看得出 夫妻之間感情有甚麼感情 看得出夫妻之間感情 看得出來… 其實…該怎麼說 如果男生前戲做得比較詳細的話 就表示男生對女生付出 很在乎他 對,會比較體貼對方 但如果男生不做這些部分 他就是比較滿足自己私慾的部分 那女生的部分其實也是一樣 不體貼… 那女生也是一樣 通常很多我們會說女生在做的時候 東方人就是躺在那邊 就死於一條 我會有互動 現在不是了 現在… 你不要這樣 我很久沒經驗了 我也不知道 對… 所以如果有互動 我覺得那都是替對方 著想的一種感情表現 對… 你如果不愛對方 包括有沒有幫對方 做一些比較特別的服務 有些女生不願意 她會跟我說 她講過我說 因為我不夠喜歡這男的 所以我不會幫她做那項服務 她感情不到那個 這個也是一樣的 對… 所以這也是檢驗感情 你們兩個之間 親密關係的… 女生也是… 因為我們兩個就好了 來… 好… 有分三分鐘會三十分鐘 對… 女生也是男的不喜歡那女生 對啊 父子發生口角 兒子竟然開車撞死父親 身價破譯 楊黛剛卻被指控 對爸爸不笑 父子間的愛恨情仇 有外人難以瞭解的一面嗎 明晚八點請收看新聞 蛙蛙蛙蛙蛙